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辛苦了 铁人先生 可惜这洞里环境太差 否则的话 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一杯 革命尚未成功 我等仍需努力 等国军大会茶城那一天 我在茶城好好招待你 看来 你已经把自己当成茶城的主人 好 我喜欢你的这份豪气和自信 石牌寨总投人那边靠得住吗 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没有问题 那就好 见到龙指纹了 龙指纹 我没见过他 怎么了 团团围去找你 难道去找龙归英了 你在石牌寨没有见到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周培龙被杀的时候的当长就跑 说是为周培龙报仇到现在也没回来 这样啊 这样啊 那个沐建成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他应该不知道 他和谢飞两个人认为龙指纹是一时冲动 找周培龙的部队去了 搞不好 要针对共产党为他爸爸报仇 可是这个龙指纹并没有来找我 难道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银垫山 他并不像是那种能投奔我们的人 不行 我要赶紧回去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我找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 已经好了 这两天广汽省军区和平乐军分区的领导要来查诚市场 有一个车队 具体时间和线路还没有定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来 给美国大老板和台湾方面看一看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天赐良机 这个好消息啊 我给你自己买了 李泰南 你把那些更保适啊 你真是我给你给你 我们一起把安保工作和接待工作好好部署一下 好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好 甘先生 我有件事啊 正好向您汇报一下 你说 我有一个老战友啊 在中南区工作 他最近啊 帮我查出这个情报 你猜怎么着 解放前啊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 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 这具体的材料啊 他过两年给我寄过来 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 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 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 终于要拔出来了 大快人心哪 好 太好了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夫人 夫人 鸡汤好了 放那儿吧 夫人 趁着喝吧 我喂你 太难喝了 夫人 喝不下去也得喝 这是山鸡汤 大补的 我知道了 放那儿吧 我等会儿喝 夫人 双喜 玉琳哥 你就放那儿吧 鸡汤啊 是坐月子的时候才喝的 太油腻了 孟主姐肯定喝不下 还是给孟主姐吃这个 百香果 你咋知道我们夫人爱吃百香果啊 我们小时候啊我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还没你呢 孟主姐 还是老样子 我去给你泡水喝 好 夫人 要不你就跟玉琳哥好了得了 夫人 要不你就跟玉琳哥好了得了 你看 她又斯文又聪明 还那么体贴 胡说八道什么呢 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就是 你这么说对得起债主吗 那又怎么了 债主那么爱夫人 只要夫人幸福 她肯定都愿意 不过 她不会嫌弃夫人有小孩吧 呸 你那个玉琳哥有什么好的呀 油头粉面 油嘴滑舌的 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怎么跟榨主比啊 没有男人味 上次药不是玉琳哥及时相救 咱们怕是要被共产党给消灭了 看药有什么男人味啊 承喜 弄好了 玉琳哥 你这么懂我们家夫人 不然以后 你就替我们俩账务夫人得了 好啊 那我可求之不得呢 听说你把陈滇子他们 都拉到石牌寨了 是啊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当初她怎么折腾我们 我们就怎么折腾她 好 我支持 绝不拦着 七彩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其实我的本意 是想把黑衣人带到咱们山寨 给第七军流点血脉 把陈滇子留在银垫山上 让她自生自灭 但是没想到 陈滇子太狡猾了 我既然没甩掉她 她非要跟来 那我想 跟来也好 到了你的地盘上 就从她以前的所作所为 你要收拾她 我肯定不拦着 玉琳弟 周培龙是你杀的 孟出去 你怎么这么说 要是你杀的 你就直接跟我说 周培龙也算是我的仇人 你杀了她 我该高兴才是 男子汗大丈夫敢做敢当 要真是我杀的 我肯定敢承认 我知道 你跟她之间有私人恩怨 一直以来我都劝你 跟她以和为了 为此你还受了不少委屈 这些我心里都清楚 如果这次真的是我杀了她 那我是不是应该 第一时间 来跟你邀功的 依我看 肯定是山下的共产党 纵容查成的一部分老百姓 干的这个事 我在银垫山 周公的灵堂前 发过誓 一定要带第七军的兄弟 给她老人家报仇 听听 就应该把那个龙齿文给绑来 让她听听 玉宁哥是怎么说的 龙齿文 龙齿文现在在这儿 对啊 她是在我这儿 她说她从银垫山 一路跟到这儿 要加入她爸爸的队伍 向共产党报仇 真的 那可帮了我大忙了 其实周培龙一死 她的那帮兄弟军心涣散 有些人对我还有些风言风语 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龙齿文这一上山 刚好名正言顺 女成妇女 也帮我继续扛着这第七军的大旗啊 龙齿文对你那么重要吗 当然 好 那我们俩人的恩怨 我先放下 让她加入你的队伍 龙齿姐 你真好 你真是深明大义 那债主的仇就不报了 当然要报 龙齿文上山 我还需要试探她一下 如果她跟我们一条心 是为了向共产党复仇 那我当然欢迎 但她如果有异心 有别的什么图谋 我也绝不熟人 一定杀了她 给姐夫报仇 到时候再说吧 龙主角 我知道你现在有身孕 不想沾血腥 如果有需要 这些事情交给我 好 周渊大小姐 她谁来了 你说 是不是你 杀死了我爸爸 我说不是我杀的 你信不信 不是你杀的 是谁杀的 全银电山的兄弟都听说 军座是被一些老百姓 沉沦杀死的 当时你就在这儿 你应该很清楚 不是你策划的 策划老百姓 大小姐 你太高看我了 军座下山的这些日子 我也听到一些消息 军座在山下过得很委屈 那些共产党 根本就没有想好好地保护军座 而是纵容那些老百姓 不 他们 管它叫群众 而是纵容这些群众 杀死了军座 你敢对天发誓 不是你杀的吗 我对天发誓 如果是我杀死了军座 天打五雷荒 那好 我爸的队伍在哪儿 就在外债 带我过去 我要带他们 替我爸爸报仇 好 好 少许 这主的账 怎么回头再算 来 县长 看来我来走了 还有一五分钟 要不然 您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我还是先走吧 我在这儿咱们会有压力的 你忙着 是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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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 咬 好 远叔叔 大小姐 咬 这不是共产党的根屁虫 龙同志吗 你怎么跑到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了 怎么 你也反动了 先生看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知道我爸爸被杀了吗 什么三姨太 四姨太 现在是老子的人 是老子的大姨太 我爸爸尸骨为二 你就急慌慌的 是羞耻 说什么 羞耻 羞耻我早就论经脉了 我的身子骨是我自个儿犯 我想怎么就怎么 想跟谁就跟谁 倒是你啊 你不是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的吗 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个土匪窝子里来 你的羞耻呢 美兰 别说了 兄弟们 你们都看到了 大小姐脱离了共产党 加入了第七军 从今天起 她会和我们一起 向共产党讨血债 我们一起帮助大小姐 欺负报仇 一宝 来 小心 可了 甘副先生不在啊 他出去了 沐医生 你出来了 甘副先生不在啊 奇怪了 刚才还跟我说 让我过来找他呢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要不然你在这儿等等他吧 没事 那我在外面等等他 好 好 你怎么把他给弄过来了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他来了我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踏踏实实做你的军座 他挡不了你的刀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杀周培龙的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放心 兄弟们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让大小姐来训个话 好 好 弟兄们 你们跟随我爸爸多年 他对你们的感情 和你们对他的感情一样深 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我像你们和我一样不甘心 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我像你们和我一样 如今 我来了 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出凶手 不管他是共产党 老百姓 还是什么人 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血债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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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快 让开 龙之纹 现在你知道报仇吗 当初要不是你鼓动老爷下山投降 老爷也不会死 你放着你好好的大小姐不去当 非要跑到山下投困什么共产党 连你自己祖宗给你的信都干了 要我说 是你害死了我 是你害得周家家破人亡 还是你 害得我 和周家这些弟兄们流落到现在这个天地 你的羞耻心在哪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说这些话 你给我滚 给我滚 抱上头儿的滚 滚 别碰我 够了 大小姐既然上了山 咱们就是一家人 把咱们害到这般田地的 是共产党 要恨也该恨共产党 大小姐还年轻 走弯路是难免的 虽然代价大了一点 但是还好她迷途知返 离开了共产党 又重新加入了我们第七军 大小姐在 就等于军作在 我们第七军的精神就还在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跟着大小姐 还有林军长一起 重振第七军 迎接当国回归 迎接当国回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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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不认客 那 čako才 Burinda 她要学法 我们现在没有所谓的 这 Marcel 人都到齐了吧 都到齐了 赶紧着 同志们 关于明天 省军区和军分区领导 前来我县 视察一室我们开个协调会 我们把整个接待方案过一遍 这是查成解放以来 第一次接待这么高级别的领导 这是对我们查成的重视 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的接待工作做好 这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安保问题 虽然匪患刚刚清除 不 小心无大错嘛 为了慎重起见 视察组的车队 只有我和谢飞同志 还有陶派长 余派长 值得路线就可以了 领导们来查成的路线 由军分区负责 进入查成境内 由我们负责 视察组 在查成期间主要视察两个箱 一个是清肥返坝工作的典型的莲花箱 一个是征量及土改典型的平安箱 这两个箱一个是在县城的西南角 一个是在县城的东北角 是在县城的平安 请 很突然 我请 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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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可靠情报 共产党的车队一共会有四辆车 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 前面吉普车上 坐的都是共产党当官的 后面的卡车 其中一辆是给查程的物资和药品 另外一辆是一个加强班 大约十来个人 他们一早会从平乐出发 中午左右到达鸡仔岭 然后通过野离坡 进入龙虎乡附近 共产党解放军会有一个牌 在龙虎乡进行接应 送他们进县城 所以我跟林军长商量了 准备就在鸡仔岭工程 这个地方山路极区 他们的车跑不起来 而且离查程远 一旦打起来 来不及接应 这么好的机会 又是突然袭击 这次咱们一定要打个歼灭战 而不是击溃战 能活捉几个最好 不能活捉就都秃脱了 据我所知 吉普车上这些当官的级别可都不低 所以不管是活捉 还是把他们都秃脱 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 巨大的灾难 而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一团长 你和大小姐率领五十个兄弟 明天一早进入鸡仔岭来过好 以防共军提前派人在那接应 轻机枪都带上 然后 派我去 说得这么热闹 你们俩不去啊 派我 跟这个妖头骗子 搞什么名堂啊 就是要派你们俩去 因为我跟林军长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情 什么事啊 对不起 要保密 保密 跟老子保密 保密个屁啊 快说出来什么事 说不说啊 不说是吧 不说老子还不去了 这扶击车队 可是个又简单 功劳又大的活 你想想看 扶击成功了 这么大的功劳 台湾方面一定会空投尽调 而且你想想看 对方一共 才十来个人 一个班而已 好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我跟林军长就和你换换 我们去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麻烦死了 每次到关键的时候 就非得让老子处于 好像没有老子你们就干不成事似的 我就说嘛 还是医团长你最精密的 大小姐 明天你就不需要冲锋陷阵 你就站在那儿 给兄弟们助助威 我相信 只要你人在 第七军的兄弟一定会精神抖擞 斗志昂扬 好吧 怎么样 不行了 不行了 不能动一对 小心冲动 从一地的重状来看 跟之前特务正细会的情况是一样 胡说 不可能 这里是堂堂县政府 你必须想办法强求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送军分去医院 没有用 瞬间锁 是 谢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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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 先把遗体保存起来 等施查组来了之后 用他们的车送回军分区的医院做检查 等待最后的结果 好 好 你赶紧去 来人 到 去卫生哥取担架 快 妹妹 一凡 我们先把卸书记的医体移到外面去 好 来 来 说 你们今天有谁动过谢飞同志的杯子 我们 我们都是一起进来的呀 是啊 是啊 秦云 到 开会之前都有谁来过会场 穆医生来过 穆医生来过 他来找你 你不在 高特我又是他 陶队长 走 把穆医生给我抓过来 是 高东西 防不胜防 还没了解这个龙姑娘的底细 你就把这么重要的行动计划告诉他 你就不怕走路的风声 嗯 你就不怕他给老子背后来一刀 我就是要试试看 看他会不会走路风声 会不会真的给你背后来上 好 既然你都想到了 就多留个心眼 行动成功大家都好 他要是搞什么小动作 有益心的话 是啥时间 你说了算 此话当真 三一探我都给你了 这还不行 我到现在要是盼着他 给老子搞一点小动作 我就好理直气重的 为了给班儿了 先杀搞奸 再杀再奸 大小姐 去哪儿 我吃坏肚子 我要上厕所 好 我们陪你去 女人上厕所 你们怎么陪啊 大小姐 我陪您去上厕所 他在外面保护咱们 来人 我们几个在外面保护你 放心去吧大小姐 紧吧 算了 天太冷了 我还是回屋用夜壶吧 走 走 走 给你防身用 会使吗 会 好 一团长 出发吧 出发 兄弟们 出发 来 从来 出发 来 去 来 来 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啦 这叫三个手指头抓天罗 十拿九稳 娘伯伯的 兄弟们 打起这个心来 我说你这叫三个手指头 你这叫三个手指头 我说三个手指头 我说三个手指头 你好啊 战县长 李三部长 吴部长 你们到得够快了 是啊 谢飞同志在电话里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路 所以我们就提前到了 谢飞同志 他什么时候跟您打的电话 周长好 甘世贱先生 我让你失望了 你投毒的辈子 我已经提前让穆建臣掉了包了 果然是做贼心虚 谢飞同志一吓唬你 说有证明谁是铁人的文件 你就坐不住了 我抓起来 慢着 血口喷人 穆建臣才是铁人 你们勾绝起来陷害我 你就是铁人 首长 他就是另一个特务铁人 抓起来 大雷 别在这儿开枪 干活的 谁是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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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拉脚 稳住针甲 别管我 铁人手 你是要到这儿吗 打个头吗 太残忍了 你给我留个全尸吧 啊 打心可以 打这儿可以 打这儿可以 可以留个全尸 你想想你是 打死我 还是 留着我跟你入洞房啊 有可能卡壳了 再来 再来 参谋长这是神机妙算了 他就算准了你会开枪警告解放军 所以 这把枪里头 只有一根子的 是 你啊 伯伯 跟我斗 你等我回来 我考虑一下是先杀后劫 还是先劫后杀 兄弟们 给我冲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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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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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是空的 车里没人 上当了 快车 快往后车 快 快